台南生文化局与知名网路平台共同合作举办的 台湾老店创意爱线文化创意提案募资活动 入选的共有全新榻榻米、庆瑞茶庄、全程点心店、 如继古酿茶铺四家 在台南读书的陈国浩说 他爱台南,想借自己有限的力量为台南奉献 因此他动用好友及同学组成一个热情海产中团队 与全新榻榻米共同提案 借由跨欣欣学址的集体巧思 将榻榻米老店的梦想及记忆转化为 深具文化意涵的文化商品 那我大学念成大 然后就很喜欢台南 就真的很喜欢台南 所以一听到我这个计划的时候 觉得就是太好了 终于有机会 就是来帮忙台南 我觉得很开心 所以我就找同学组队一起来 成下这个计划 就是有些商品开发的这种 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觉得它很难比较 会很难去跟其他商品做结合 但是我们后来想办法去用其他方式把它克服掉 这样子希望 主要是台南这种意义有时候还蛮硬的 还有时候不知道用哪一个部分 才能够跟其他部分做好结合 那这部分我们是遇到蛮多难题的 另外文化局副局长周雅清也表示 老店都是需要有新头脑来改造与创新 因此文化局想借由网路募集资金活动 让一些后继无力的问题 或者在经营上及传承上都会发生一些问题 借这个活动来帮助这些百年老店 让他们延续发展 埋向下一个世纪 让这些百年老店依旧在台南这块土地上 继续走下去 所以跟知名网路公司合作 及时广益 让老店继续思考他们有什么样的梦想 让老店继续发展下去 那现在的百年老店呢 其实有很多的店呢 他们可能面临第二代第三代 甚至是第四代的传承 那有一些后继无力的问题会发生 或者是有一些他们在经营上 或者是在传承上都会出现一些些的问题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帮助这些百年老店 他们可以再发展 再迈向下一个世纪 可以让这些百年老店都依旧在台南这块土地上 可以继续的走下去 台南是台湾第一座城市 优者的历史及丰富的人文 到处都是动辄百年的古早老店 文化局跟希望 征求有创意及实践力的团体或个人 与台南老店合作 发展各种创意巧思 并公开在网路群众募资平台 邀及赞同计划的人们以资金支持 使创意梦想集结大家力量 满满的发光发亮 不过周雅清也表示 这个募资计划不一定能够募得多少钱 但只要有心 这些优质计划将可以克服困难来完成 欢迎大家以实际行动 赞助支持这四家老店计划 让台南老店历久民心 记者黄君怀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助支持明镜与点栏目